香港民意研究所為民主黨度新訂做的去留民調3條Q出爐啦 不過未答3條問題之前 民主黨就溫提市民 如果他們缺席議會戰線後果好嚴重 3條Q是這樣的 第一題 你有多支持或反對AABBBCCC留任議員一年? 第二題 你有多支持或反對AABBBCCC辭職離開議會? 你叫你說話不要說話 第三題 請你確認你是否AABBBCCC的支持者 你教我做事? 那些AABBBCCC是指願意接受民調捆綁的政黨或議員 不知大家聽完這3條Q明不明問甚麼呢? 大家丟爆頭 不明白為何不直接問支持或反對yes no question 這麼簡單的問題都複雜化 問市民有多支持或反對言任 那答一半半那些當是支持或反對 怎樣解讀先 中庭耀就說 去留屬政治決定而非科學決定 最終決定權在民主黨手上 那是不是曲線直線說明民主黨說了算? 民調目標找2000個樣本 你們遊行的200萬支持者呢? 其實民主黨七個頭 公民黨五個人 加上毛孟靜、張超雄等 21個攬炒派議員 想繼續做議員就像鄭松泰那樣 講一句接受言任就行 偏偏要設門檻 list一大堆細節 甚麼甚麼雙鬼授權制 甚麼甚麼平衡門檻制 整色整水 你自由 講到尾就自己捉蟲 當日民主黨公民黨輪流 批評人大常委會決定違反基本法 今時今日張超雄還說 議員現任最少一年的安排違法違憲 這麼委嘩 做甚麼找民意過招 搞到整件事要多複雜有多複雜 是否方便你們搬龍門 製造民意授權 讓你們大條道理 入你們口中的非法立法會 嘩你這樣想搏大帽 那為甚麼非法都要爭入呢 是否為了逗多一年四百萬新樽 大家自己想吧 人不為敬 天珠地面 是我一向以來 做人的一向進展